在东都杰斯坦 自8月4日伊宁封城和8月10日乌鲁木齐封城以来 一直实行严格的隔离措施 另一方面 中国当局继续鼓励大陆汉人不择手段的移居东都杰斯坦 此外 即使处于封锁状态 当局已成立单独的医学观察组 继续鼓励汉族人在东都杰斯坦定居 最近的报道引起了人们对医学观察站 向汉族移民提供的特殊待遇 金融大额邵建华被秘密拘押5年后 今年7月4日在上海闭门受审 8月19日被上海第一中级法院宣判述罪并罚 执行有期徒刑13年 罚款650万元 对肖建华控制的明天控股罚款550.3亿元 肖建华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任北大学生会主席 曾协助官方化解血潮 根据胡锐中国富豪排行榜 稍建华的个人财富曾高达61亿美元 因萨勒曼·本·阿布杜勒·阿齐茨国王 邀请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弗卡特·密尔奇约耶夫 对沙特阿拉伯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访问期间 两国在经贸、国防、能源、旅游、文化、媒体、审计、反腐败等领域 签署了价值超过125亿美元的投资和贸易协定 妙尔奇约耶夫访问期间 还举行了沙特·乌兹别克斯坦工商讨论和工商理事会会议 据报道 德国对中国经济依存度快速提高 已成政治问题 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项研究报告 德国2022上半年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提高 中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中贸易逆差都创下新高 而这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报告直笔人马迪斯表示 德国经济对中国的依存度远高于中国经济对德国的依存度 图库曼斯坦外长拉西德·米列多夫 在新闻发布会上对8月15日至16日 在阿瓦扎地区举行的《路上发展中国家交通论坛》进行了评价 米列多夫表示 在接火运输和物流活动的框架内 托克曼斯坦已经建立了100多家私营运输和物流公司 俄罗斯总统菲拉基米尔普京和哈萨克三总统卡西姆·科莫托托卡耶夫 在俄罗斯所及举行的会议的公开部分发表了声明 托卡耶夫表示 他决心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 他说此外 哈萨克三和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 这条边界已经完全确定 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表示 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双边关系和粮食安全进行了电话交谈 维多多就11月在巴厘岛举行的G20峰会发表了声明 维多多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主席习近平将参加11月的峰会 据报道 在西方大国批评莫斯科住卿乌克兰的情况下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于7月8日 愤然离开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20国外长会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